好的欢迎回到第一节第二轮的比赛双方的中间战 这次明皇呢是决定让哪里捆来打一个中间位 选择用小明对线鼓劣 其实小明打鼓劣的话 这个对局在去年的比赛当中 毛哥向我们演示了很多次 可以打但是不好打 小明他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呢 就是没有什么安定的过波招式 一般的波都过不了 更别说鼓劣那种多了 那是难上加难 但是一旦距离拉到中距离的话 他的一个重拳和重脚都是很好的 能够威胁到鼓劣的一个发波出手的 上了一个重拳确认一个走击 哪里捆上来给了黑骨骑一个下马威 就直接到墙角了 而且今天哪里捆这边带的是VT1加VS2 传统组合 其实这个版本有很多带VT2的 但这个VT1呢面对发波的角色还是得带的 连续两发头三发头他准备干嘛 三发头没有出来 直接是让黑骨骑这边抢出来了 黑骨骑这边稳住节奏的话 其实还是会比较好的 1X波来过 再一个头 再一个走击 头折 好的又打到一个乱动 这一波哪里捆打得很凶 但现在黑骨骑这边VT又开出来 这血量已经不是很安全了 双方都不安全 说真的 来 黑骨骑这一轮VT一直都是很强势的 而且手上也是有捏了C 现在所有的鼓励基本上都是不交资源的 资源不用留的干嘛 就是这一手VT一旦确认命救以后直接打死 但现在哪里捆这边最难受的 就是他没有过波的招 你看 最后这边马上被磨了 交一个VT过来 硬折 啊 居然是这个点上前走给投 哪里捆在这个点上面他想要多看一下 然后等大哥二次的攻击以后去做一个折 但没想到黑骨骑比你更勇 前走就投掉你 根本不等你大哥第二次爆发的机会 哦这里哪里捆上来很勇 但是要勇到对手VT开出来的那一波能够继续勇下去才是真的有 哎这下空中的一个跳中拳但落地以后连招没跟上 连招没跟上的话也是给到黑骨骑机机会直接 哦 哪里捆还可以啊有点凶啊 中拳又打到抗一个走机过去游戏结束 此刻韦利王附体了 算了不说了 这种不提烂哏 韦利王之前也玩过这个小民的 后来玩几天放弃的 觉得自己脑回都不够用 好那回到队支 双方一蹬对一蹬 现在这个距离的话 对于小民来说还可以打 用这个中角和一个中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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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用这个升龙去预判对手 我觉得这种爱拼才会赢的想法是没错的 在这种中眼距离劣势对抗的情况下 有什么呢 对吧 大不了拼一枪嘛 拼错了 下次再来 还可以的 哇 这个下中掉直接开VT 前前过去以后直接被一个绞到对侧 这下是要被拿捏了 1X波放倒 靠过去 最后的智慧 又是一个前前压得很凶 但压得再凶很容易被抢中 又是一手VT 能不能择死啊 感觉不能 来回绕两圈 这边用重拳抓一下对手VS也没有抓中 应该是没有了 这一灯应该要 应该要没有了 吓得我一跳好吧 他怎么突然轴机命中啊 但是很可惜 他中轴机没有打 他打了一个轻轴机 轻轴机的话接不了连段 如果是中轴机命中以后 确认到敦姿轻攻击在EX铁山依靠近墙角 是有机会的 但是现在这个轴机是轻的 他就没有给到这个机会了 只要Narikun这边是喊了一个暂停 给我感觉是喊暂停大概率要换VT或者VS 有可能可以换的 因为打古猎的话没有 他我没说 反正说了也白说对不对 好 那就换个地图换个心情 只能这样说了 那我觉得用小明来 对些Higuchi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缺陷在 因为Higuchi是毛哥的得意门生 去年一整年他可能打的最多的角色之一就是这个小明 那你的VT会有一些什么套路 我该怎么反制你 有没有什么偷鸡的点 那肯定是一清二楚 那Narikun这个应该不会比毛哥厉害吧 对吧 所以问题就出来了 他现在打Higuchi已经力不从心了 上来第一灯还很凶 到了第二局开始就有点跟不上 手上是有VT的 但现在这个VT要想翻盘 必须得确认命中 确认命中以后才可以打 你确认不到的话 只是单用这个VT开出来 还责不到对手 麻烦 现在好像快没辙了 这血量你就算VT 哇呀 空中发波 这里是想要做一个刹车了 觉得自己已经很危险被骗起来了 那能不能再通过一下变轨 抢救一下 并不能 Higuchi看到这种东西 就知道啊 那当年毛哥都用烂掉了 在我面前再用 那必须打死 好那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赛点局了 Higuchi还是这么稳 当年毛哥最得意的门神 现在已经是SFR当中的一员大将了 DX波 这边再丢VS 手上有两资源很快就要斩到三格 斩到三格以后 对于拿里昆来说是毁灭性打击 因为接下来就不能跳了 一跳就意味着随时会死 哎 千条打到一个手招 好 现在这个点上面是重拳 先开出VT 还是想折 折不住 这是什么防守 这个防守说真的 很秀了 很秀很秀 但是这一波 虽然防守秀 还是让拿里昆给打穿了 看一下最后这一波 红天打连续的两波过去以后 最后一则 一个中拳直接打到康 嗯 黑骨骑想要拼一枪 因为不拼的话 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多机会 选择的是一个直跳 或者是干嘛了 反正被打到康了 好 那拿里昆把自己抢救回来了 现在黑骨骑这边开局 先烧一个资源 因为等自己VT出来 应该还有好一会儿 这个资源早用早好 现在留给拿里昆的课题是 怎么去放倒对手 哦这个中角 好 给到最康很关键 再一个VR 推倒 来了 啊 很难 这一点上想要封住对手行动 必须得按这个键 但你要按到能打到对手的键 就会吃到这个VR 看一下拿里昆 还有机会 哦 本来是想过对手发波的 这里 虾猫碰到了 诶 但还是没什么用啊 最康压对手 这也是交出自己的VT 绕一个身后 中段过来 中了 终于折到了 折到这一下 但很可惜 伤害也不是很高 因为中段踩下去 后面没有办法打大连段 哦 这一下 哦 打拆了 这个中角打完以后啊 Higuchi是判断了一下 这个距离非常的近 在这种那么近的距离情况下 对手的这个血量呢 一个头带不走 对吧 那怎么办 当然是打拆 对手肯定慌 他一慌 一脚上去 带走了 这里Higuchi是判断的非常的清楚 这个我觉得也不怪拿里昆 首先Higuchi太会打小明了 他很多对策上面做得非常的好 其实 拿里昆这边他打一些进攻套路的时候 已经给到很多的花样了 但是架不住这个人是真的全部不齿 油盐不尽啊 全部防下来了 还真的吓人 刚才那几波小明的套路说真的啊 一般不交什么生龙 交VR 我感觉是防不住的 一般都会考虑交个VR 保个命什么的 但是在他面前 他直接选择了反打 或者是硬防 这一波又一波让他守住了 活该他赢 对不对 好了那中间站就先到这边 下期我们更新双方的大将战 下期视频再见 当你看到这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